請教一下艾芬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懂完又懂拍 會是最佳的旅遊伴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懂完又懂拍 會是最佳的旅遊伴侶 那麼觀眾朋友 如果要出門去旅行的話 記得帶上他們 請觀眾朋友參考太陽跟上升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那麼記得要帶他們出門 來 天蠍座的朋友要帶上去 我們的雅蘭姐 天蠍座 來 天蠍座為什麼旅行要找他們呢 因為他們懂吃又懂玩 是屬於會享受人生的人 但是沒時間 真的 好 如果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找他們 這個天蠍座對於吃 對於玩 其實是有自己的一個要求跟品質 有些人出門去旅行 可能隨便吃路面攤 但是天蠍座他就會說 我們來去吃比較道地的 比較正宗的 或者是一個家傳的 他會吃到當地最好吃跟最好玩的 所以要出門旅行的話 記得把天蠍座帶上去 就沒有錯了 來看店名的朋友 要記得帶的是射手座 我們韓族有上版 來 為什麼帶韓族射手座呢 的原因是因為他們 熱愛大自然 而且勇闖天涯 不管是說你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像剛剛韓族拍的跟動物拍照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喜歡 接近這樣的可愛動物 所以跟射手座的旅行當中 就比較不會去一些危險的地方 因為他們是比較熱愛大自然 就是比較平衡的 比較可愛的 那拍回來呢 自己也適合在自己的這個網路平台 這樣輸出 比較不會有一些爭議性的問題 而且我超會拍照的 大家都很喜歡拿相機給我 剛剛有看到 屬於勇闖天涯型的 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來 我們看的是 雙子座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戴上去 雙子座的朋友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 幽默跟風趣 是旅行當中絕對不會無聊 大家去回憶一段 這個有趣的旅行 除了當地的美景美食以外 其實你同行的人所帶給你的歡樂 跟輕鬆的感覺 我相信也是一趟旅行當中 必不可少的 這樣的一個歡樂的一個點 那麼雙子座在旅行當中 它就會製造一些笑料 所以你跟他們在旅行當中 就不會覺得很無聊 那麼強強很抱歉 你沒有上榜 沒有 但是我的旅伴是雙子座 真的嗎 對 所以我們就會互相搭配 呈現很多東西 所以它負責幽默 然後你負責搞事就對了 而且我媽媽也是雙子座 你剛才看到的那個 那個動物園的照片 是我媽拍的 你看我把我媽 訓練得多厲害 雙子座的媽媽 我都要發他攝影師的錢了 就是網美就可以來 發我媽去幫他攝 好 有上榜的朋友 天蠍座 射手座 雙子座 那朋友要旅行的話 記得帶他們出門 幾個好玩的地方 再推薦給您韓竹 說泰國有很多熱門的景點 也很好拍 對 最近也非常流行去泰國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它這個野生動物園 距離曼谷 大概三個小時的車程 但是你包車去還是值得 你這套衣服杜拜穿過了 對不起 真的耶 好 被抓到 真的 一晚十萬的房間都住了 還在這邊就投一套衣服 這不行 打歌 這是我的打歌服 我先講中間那一張 很多人就是為了中間那一張 特別花三小時車程 去那個動物園 因為他要給你三十分鐘 在那個吉普車上 三十分鐘的時候 工作人員就是不斷 往你的車子那邊 丟胡蘿蔔 然後長頸鹿跟斑馬 就會被吸引過來 吃車上的胡蘿蔔 跟吃地上胡蘿蔔 所以他們就會圍繞著你 你就趁這個時候 拍 這也不容易 你這張照片也是 幾千張挑一張 幾千張挑一 然後我跟你講 其實拍這張照片 只要台幣五百五十元 就泰銖 五百五 要幫我們拍嗎 朋友之間互拍 但是也可以交給工作人員 但是工作人員主要是 在幫你丟胡蘿蔔 丟完就沒了 他拍完不是 會不會丟你頭上 丟錯 也是有可能丟到 我還有 他還讓我說 我拿著一個給 然後餵那個長頸鹿 結果長頸鹿直接 把我的大拇指給咬下去 超痛的啦 就是 跟動物就是會出現 一些很可愛的畫面這樣 好美喔 可以抱小老虎 然後再來呢 抱小老虎 就是你拿骨頭餵它 跟餵它喝奶 然後那老虎鋪上來的時候 其實我心中 也是瞬間有那個跑馬燈 因為雖然是小老虎 但是你跟老虎對視的時候 你真的會氣勢大入 你就會覺得 少年拍的奇幻女神 少年拍太厲害了 因為老虎很可怕 他一鋪上來 那個重量壓著 其實心裡是會怕的 但是呢 網美的表情還是要做 也是價值台幣550元 然後呢 中間的那個 跟長頸鹿和斑馬拍照 要預約 你要去動物園之前 就要先預約 可能預約不到喔 然後我甚至去那裡的時候 還因為有台灣人認出 我要跟我合照 然後合照之後呢 老闆看到我就出來問說 那這個人是誰 然後就知道 我是台灣的可能一個人 所以他就跟我換了聯絡方式 他說韓主 只要以後你有朋友來 預約不到 你就跟我聯絡就好 他就可以幫忙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真的預約不到 歡迎發資訊給我 但是記得要當我的粉絲才行喔 對 哇塞 還有一個網紅景點 是白孔雀酒吧 PATAYA是不是 粉紅色是在PATAYA 然後PATAYA也是距離曼谷車程 大概一個半小時 但是在那邊就很Chill 然後那邊所有的藍骨頭 你這是自己做的功課 自己戴的粉紅色拖鞋嗎 對 這次衣服有換過 那這個呢 這也是他們提供的飲料 你看到的一切 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那其實建議你自己 也是最好就穿粉紅色去 就可以拍出很有層次的照片 網美照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白孔雀酒吧 這個在曼谷裡頭 那是白孔雀 是真的白孔雀 死掉之後做成標本 好美喔 在那邊拍到也是 你要盡量的就是 拍出時尚大片 我覺得曼谷是一個 非常值得拍照的地方 他們在營造這些 氛圍感很強 而且曼谷一直會有 最新的咖啡廳 最新的景點 最新的什麼 而且他們的消費真的很便宜 你看動物園門票五百五 然後去那邊要喝一杯飲料 兩百塊 然後那個酒吧裡的酒 一杯也才三百塊 都是折合台幣 就是這樣的價錢 幾乎一比一 那你朋友也是跟你去玩的 幹嘛一直幫你拍照 拍一千張 拜託 我自己包人家拍了兩千張好不好 我們女生出國就是這麼累 好不好 對 那還滿厲害的 都拍得滿美的 女生的交情有時候就是 我都幫你拍很美 你都幫我拍不美的 回來就翻臉 對 就結交 就結交 後來我就說沒關係 拍這樣就好 腿我自己修 我自己修腿 眼睛有看到鏡頭就好 對 這個搶牆 搶牆我們真的愛上你了 那到時候每天都在 搶牆去跳飛機 搶牆去跳傘 我之後還要去抓魚 我想要挑戰的是 深海潛水 進去這個非常神秘的洞穴 什麼南美的那種神秘三角洲 我要去找世界十大奇蹟 我都能找到 搶牆去鬼屋或者什麼什麼 真的 還有被你說到 我這次去住的地方 真的還見鬼了呢 真的 真的 我什麼事都遇得到 然後還跟人家一起玩 去法國為了拍美照 還跟人家起衝突 你也法國 對 法國可不能沒有你 我法國 基本上法國我去過很多遍了 像後面這幾張 四張法國照片全都沒有修過圖 我全部都拿原始照片給你們的 其實我最喜歡這一張 你最喜歡那張 那張是在法國巴黎的一個巷弄裡 那那個是非常有名的巷弄 你可以在那邊直接看到 巴黎鐵塔晚上閃燈的樣子 誰管巷弄啊 我就覺得 那個一定要晚上去 我就覺得氣氛啦 就你的那個 肢體跟那個氣氛 哇 完全到位 是的 因為我會搭配 那個當時的一些氛圍 去做一些知識調配 你幹嘛跟人家吵架 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跟大家講 因為你知道法國巴黎鐵塔 我有個示意照片 就是那個法國巴黎鐵塔 就是你要在前面拍 有非常多的女生 會穿非常漂亮的衣服 在這個位置拍照 那這個位置就是 法國巴黎鐵塔前面有個馬路的中間 大家會站在那個中間的線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 像排隊一樣這樣拍照 這樣拍照 這樣拍照 然後我就拍 好好拍我的啊 我就拍我拍我的 那我後面老是有一個 非常非常醜的老女人 而且真的 非常醜 我跟你講非常很可怕 我跟你講 後面幫他拍照 那個另外那個老女人B 有A B就對 都一樣醜 然後一直擠我 我就他會站我 我就拍我的照片 我就這樣站他一直擠我 一直叫我往後退 然後我說 那我往後退 好嗎 那 我覺得女人心態不平衡 因為你知道旁邊這兩個 一堆都是車水馬龍 這邊車是向這邊 那邊車是向那邊 大家經過都看到我就這樣 哇 Oh you're gorgeous 你好美 天啊 太美了 不管男的女的對我吹口哨 對 不管男的對我吹口哨 然後都會去看你 然後所有路邊兩條路 都會停下來圍觀 因為我拍照就是這樣 不然他四月各有各地 我只要一停下來 旁邊都是圍觀 然後看著看 然後會猜你是哪一國人 有些人猜我是印度來的 寶萊烏羽星 你知道嗎 有 這去英國 他就覺得我是印度來的 對 所以然後他們就會猜 然後我後面的女 當然心裡不順眼 不爽 誰知道你要站在一個 這樣子的人旁邊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心態沒有調整 就好像站在我後面 當然是自倒楣 自己好苦吃 對 然後他就開始不爽了 開始找我麻煩 然後一直擠我 那我想說 OK 那你擠我好了 那我看到他前面的這一個人 比那個 那個巴奕亞更近的這群人 那個韓國人好像走了 那我原本在他後面 那我是不是可以往前 到他這裡 那我就不用再受你擠了 對不對 然後經過他旁邊的時候 我們還等他 照片沒在拍的時候 你再過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這邊女生 我這邊有些 因為我們到處那些小粉絲 他們會協助我 幫我翻譯 他們還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要過去 結果女生我們都很客氣 然後我到前面了 照理說 應該沒事了吧對不對 哇 不得了 這個女人 Jay Post 我們在拍 他說那個老女人說 跑到我相機前面這樣 他以為我選油的燈 他以為我穿 因為我以為我是很氣質 總統的氣質 就這樣拍 就是那種 然後我也不隨便發瘋了 因為我大家都是 看我現在為那師女神 我要站穩我這個名人的角度 我不可以隨便發脾氣 我也沒什麼好讓我發的 我說 主要是以我的作品為主 拍我的拍我的 哎呀 你以為我省油的呀 結果呢 你以為我好欺負喔 你不要以為我長這個樣子 我看起來是好欺負的 我就這樣 欸 我就 欸 What's wrong with you 欸 What's wrong with you 然後他就轉過來 他轉過來說 他說 他才罵我英文 我腦袋頭腦還要瞬間翻譯 超級累的 然後他就罵我 我說欸 欸欸 我說 我 我以為他要講 我背後 然後你觸碰我 欸 你觸碰我 然後我們來觸碰你 欸 你什麼事啊 然後結果他就說 他就罵我 呃呃呃呃呃 可以跟人比我大 二十歲 十幾二十歲的老女人 這樣跟人家 呃呃呃 幼稚 我就在想 這個女人真沒救了 他就說 我難怪看起來那麼醜了 沒有男人理你啊 你還在幫你拍那種爛照片 你拍 他還故意 在我面前 為了要阻擋我拍照 他們一直以來就這個姿勢 然後這樣拍一千張 我就不懂你什麼 拍一千張 超酷 他就為了阻止我 我說拜託 拜託 對 對 就這個姿勢 欸 然後然後很醜 然後那個 那個褲子都是很難看那種 很爛的那種 然後上面很寫 我愛巴黎那種 他就 然後就 然後又矮又肥啊 真的像卡瓦斯那種 然後呢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很不爽 我就跟他 他覺得我看起來 他覺得我跟他講 我就想 我真的 我真的 我是會生氣的 他就好像 然後他覺得我 好像 好像沒有那麼 那麼容易害怕他 我就穿那個禮服 他說 插了 搖在馬上中間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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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我好欺負的 蛤 他就罵我 他就講不過我 他們自己氣勢嚇到了 我真的好幾個人 他嚇到了 突然我其他那女生 幾個團員 他們都比較年紀 比較小的旁邊害怕 當然呢 我的這個攝影師 就直接本來拍我照 是直視的 喔 我馬上橫刺按錄影啊 全部都錄起來啊 他在前面這樣 然後跟我吵架了 他都搞不清楚 他們 這個精彩 這會在粉絲團播出嗎 當然會播出 因為我團隊了解我 就是要這種素材嘛 那你用嘛 然後女生覺得好怪 為什麼你還可以繼續拍 我說繼續拍繼續拍 我中午跟他講拍拍拍拍 他讓他聰明嘛 然後結果呢 然後就那個女生 後來就覺得 事好沒去 他們還站在馬路邊 一直想來阻擋我們 我說沒關係 現在我們時間多嘛 你來玩就玩吧 他就罵我 後來罵我一聲 啊 我就罵你 啊 我就罵你 哎呀 你覺得我是整理 我到底以為我 華人看起來好欺負啊 我只看起來比較氣質一點 你到底以為我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但是後來 我氣消了 我就回去吃東西之後 很謝謝他都有個素材 我感謝你 非常感謝你 我不知道你從哪裡來 但我感謝你 我感謝你 然後結果呢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很氣很氣 或者想說哎呀 這女人心態也是這樣的 人家大家欣賞我 就大家開車 哦 好美好美 看到一個這樣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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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我是美女 那我就讓她一點 妳可以釋懷 期待期待 期待期待期待 期待看我們播出 真的